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干炒牛盒 也就是牛肉炒盒粉 超市买回来的冷藏的新鲜盒粉 必须要处理过才能把它抖散 这是超市直接买回来的切好片的牛肉 最好是用稀冷牛肉或者是牛肉里脊 这个牛肉片厚度大概是半厘米 但是呢,它有点大,我们从中间切开一下 调牛肉,先炒里面倒入30毫升的水 分两三次,一点一点的加 加水以后,抓捏牛肉 牛肉会把这些水分吸进去 可以让牛肉炒得嫩 调味儿,酱油 烧老抽 盐,糖 嫩牛肉用的最关键的苏打粉 还有一大勺淀粉 抓拌均匀 一直到料汁全部被牛肉吸收 料汁都被吸收了 加一勺油,搅拌均匀 来处理新鲜盒粉 冬柜里买回来的新鲜盒粉 是非常紧密,坚硬的 先用微波炉打一分钟 盒粉有一点松动 但是还是不够 我们再继续打一分钟 从微波炉拿出来的时候 感觉到盒粉是热的 那就比较容易把它搞散 手摸起来凉的地方 一般也就不容易拆散 就继续微波炉打热 盒粉一热就容易分开了 动作慢一些 把它们一片一片的分开 尽量不要搞断 抖散的盒粉就可以炒了 青葱斜切 青菜斜切成粗丝 豆芽窄洗干净 先调个料汁 两勺酱油 10毫升的老抽 蚝油 搅拌均匀 中火加多一点油 倒入牛肉片滑散 翻动牛肉片 等牛肉片全部都变色了就可以了 不需要炒太长时间 留点底油 把青菜炒一下 青菜叶子变软 马上倒入豆芽 翻搅 简单翻炒几下就好了 再起个油锅 放入葱白炒香 然后倒入盒粉 炒盘家 监量不要翻动 炒盒 а 监量不要翻动 再煎另外一面 尽量用筷子抖散 盖锅盖也就是十秒钟的事 想用锅里面的热气 让和粉尽量的尽快的热透 分次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进去 用筷子抖散翻动 尽量让料汁粘到每一条和粉上 再倒入料汁时 尽量的朝白色的和粉的地方倒 和粉全部沾上料汁了 我们就把炒好的牛肉跟豆芽青菜倒进来 关火搅拌均匀 干炒牛盒就好了 和粉筋倒 牛肉片鲜嫩 豆芽爽口 是港式茶餐厅的味道哦 你也试试吧 我们下一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